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农业局成立大树,六规农业技术团,60人展现8500人次劳动力,由以六规农会派公率全国第一,今年加码验潮,三十流专业团将招募50人,累计110名高阶农业人力,解决农业短期缺工。 市府农业局去年配合农委会成立大树,六规农业技术团,培训60名高阶农业人力,贡献8500人次的劳动力,两团派公形成满党,其中六规区农会全国派公率第一,农业局今年加码成立验潮农业技术团,番石流专业团,投入番石流,枣子,番茄及芒果等工作, 也将一并办理六规团补征作业。 农业局表示,去年大树团与六规团吸引200人报名参加,今年渴望再先热潮。 大树区就顺亲过合作社蔡小姐表示,农业技术团的成立对农民帮助很大,上过农改厂两周瞻业训练,更深入田间教育训练,经过一整年的魔鬼训练,农民只要稍微指导,就能快速上手。 表现令人满意,还能扩大计划,鼓励更多青年投入农业,也能解决农业缺工问题。 农业局指出,计划提供劳工保险保障,就业奖励金每月最高8800元,及交通津贴每月最高3000元,另有工农基金每月最高1万元,还能学习农业专业技术训练,不但薪资有保障,更练就一身好功夫。 农业局指出,说下定了一周。 农业选误会训练,更练就有啊,帮助呢。 农业度看,赢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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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